他躺进满是冰块的浴缸 又倒入剧毒水母 水母缠上他的手臂 毒素瞬间蔓延 男人生不如此 拼命拉扯着浴帘 片刻后 便彻底没了呼吸 他用这种方式自杀 只是为了最大限度 保全身上的器官 甚至在自杀前 先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 他盯着候选人名单 终于鼓起勇气 以及毛蒜皮的借口 凶狠地打客服投诉 面对礼貌的回应 他却毫不客气 哪怕他出言不逊 对方依旧耐着性子 挂掉电话 威尔痛苦地捂住了嘴巴 刚才的行为 让他深深地自信了 但他这么做 正是为了帮忙 为了了解客服的品性 他一路悄悄跟着 只见盲人来到公园 为大家演奏起钢琴 虽然他双目失明 但依旧热爱生活 对人们充满爱心 威尔来到咖啡厅 发现男人与服务员说话时 居然有些举促 努力寻找话题 试图多聊几句 几个小细节 便让威尔了然于胸 看着他羞涩的神情 威尔下定了决心 而男人也从声音中 敏感地察觉到什么 威尔的下一个目标 是一家福利院的老板 他有一笔资产 可以为福利院做点什么 对方见他到来 表现得很有耐心 可问过老人才发现 这家伙就是个混蛋 只顾自己赚钱 根本不管老人的死活 说到激动处 老人甚至气不成声 威尔气炸了 当即便想离开 可奸商却紧追不舍 厚着脸皮索要投资 威尔找到被家暴的女人 想为她提供帮助 可对方见了她 却把她当成了骗子 威尔劝她看在孩子的份上 接受自己的善意 可眼看男友要回来 女人立刻变得激动 将她赶了出去 没有办法 离开前 威尔留下了名片 让她随时打给自己 可谁知第二天 威尔便接到了电话 威尔鼓励她坚强 为了孩子 她必须逃离苦海 女人按照地址 来到一座海边别墅 这是威尔的房子 现在竟全部送给了她 她强忍痛苦 任由医生抽走骨髓 她忍着剧痛 一拳一拐地离开 将自己的骨髓 免费捐献给男孩 房东看到她的样子 顿时觉得她疯了 可更疯狂的还在后面 她曾有个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一起车祸 静止撞上了对面的客车 六名乘客和她的妻子 全都不幸遇难 只有她自己 侥幸活了下来 这只是一次意外 法院判她无罪 但内心的煎熬 却让她无法原谅自己 万念俱灰之下 她决定完成一场救赎 用自己的身体 挽救七个人的性命 威尔来到医院 观察白血病的男孩 孩子黯淡的眼神 已经让她下定决心 可威尔没有想到 她的频繁出现 竟引起艾米丽的注意 为了遮掩 威尔急忙掏出证件 谎称在调查艾米丽偷睡 女人瞬间警惕起来 为了看病 她花光了全部积蓄 根本不满足纳税的条件 威尔趁她没反应过来 赶紧留之大吉 第二天 她再次找到艾米丽 希望能跟她谈谈 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便消除了误会 女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必须通过心脏移植 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可她却觉得自己太过平凡 没有资格得到一颗心脏 她没有回答 只是留下名片 让对方随时联系自己 第二天 艾米丽正在遛狗 突然间晕倒过去 再醒来时 以兴被送进了医院 她给威尔打去电话 想找个人聊聊天 威尔一边哄她 一边向医院赶去 见到艾米丽 她已经沉沉地睡去 威尔抽出手机 在床边守了一夜 医生带来个不幸的消息 以艾米丽的身体状态 如果等不到心脏 她的生命 便还剩最后一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 艾米丽很是绝望 她拉住威尔的手 希望她不要离开 威尔一直陪着她 陪她看病 陪她遛狗 随着了解的深入 女人竟产生了别样的情感 你永远都在恋 对 但它结束了 威尔不敢动情 妻子已经离世 她也正打算赴死 见她这个反应 艾米丽失望地离开了 之后的日子 两人更像无话不谈的朋友 直到这天 艾米丽身着盛装 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想在离开前 跟自己心爱的人 来一场浪漫的道别 两人有说有笑 渐渐沉醉其中 可威尔知道 两人注定不能长久 想要艾米丽活下去 她就必须赴死 带着无尽的不舍 威尔今晚就要自杀 它割开冰块 全部倒进浴缸 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报上了自己的地址 它躺进浴缸 将剧毒水母倒了进去 毒丝缠住胳膊 瞬间让她痛哭一声 可哪怕撕碎了玉莲 依旧在咬牙坚持 片刻后 便彻底没了呼吸 传呼机响起 意味着艾米丽匹配到了心脏 她迫不及待 向身边的人分享 可回头却发现 威尔早就离开了 手术室里 医生和艾米丽都觉得庆幸 可她却不知道 旁边病床上的捐献者 正是自己最爱的人 手术很成功 威尔的心脏 在艾米丽的体内跳动起来 威尔的哥哥找到艾米丽 向他说明了一切 一年前 哥哥得了肺癌 是弟弟切除一叶肺 将他救了回来 或许是从那时起 威尔萌生了救人的想法 车祸过后 威尔一直心如死灰 为了得到心灵的救赎 她决定牺牲自己 救治更多的人 她的脾葬 捐给了福利院的护工 骨髓捐给了白血病男孩 肾脏捐给了兵修教练 财产留给了可怜的女人 眼角膜 给了那名盲人客服 而心脏 则捐给了艾米丽 在七天 神創了世界 在七秒 我把我的心灭 艾米丽悲痛一绝 哭得气不成声 那个陪伴自己 鼓励自己的男人 居然早就抱着必死的决心 她用七个器官 救赎了七条人命 听着威尔的心跳 艾米丽决定带着她 好好地活下去 她追随内心的声音 找到了那位盲人 男人正在公园里 为一群孩子们伴奏 她阳光帅气 深受孩子们喜欢 她叫着了男人 却根本无需多言 你应该是你的男人 我感觉很高兴 我感觉很高兴 你也很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